今日的新聞對焦和大家說一款被譽為全球最強的酒精啤酒 就是這瓶中文譯名叫世界末日的啤酒 酒精濃度高達65% 由蘇格蘭一間酒廠釀製 啤酒的成份有黑麥芽汁、小麥、燕麥 以及用了100%的蘇格蘭泉水釀製 但酒廠怎樣釀製出這麼高酒精濃度的啤酒呢? 據悉,傳統啤酒是用發酵的方法釀製 不過這款啤酒就用了蒸留法提高酒精含量 有過這款啤酒的人說絕對不覺得消耗 雖然有點苦澀,但口感順滑 價錢不便宜,一瓶330毫升要賣80英鎊 即要港幣1000元左右 酒廠還申請將世界末日列入見歷史四日紀錄 成為全球追徑酒精的啤酒 好